两人的一见钟情 发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 一个单身有了孩子 另一个却很快就要和男友结婚 对于爱情的憧憬和道德上的约束 让他们只能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喝完咖啡后 志浩激动地跑回车上坐了两口深呼吸 然后送静人回家 静人坐在副驾驶上 看到车上那些幼稚的贴花 和志浩相视而笑 即使不说两人也都清楚 确立的不仅仅是朋友关系 还有两份想要相互靠近的心意 妹妹不知道静人按搓搓地喜欢志浩 想加志浩的联系方式 来一波生米煮成熟饭 但静人提醒妹妹 志浩是他男友认识的人 自己也忽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自己跟男友记说分手后 又去和志浩交往 可能在整个圈子里都会落人话筆 然而静人父亲上赶着八戒纪说他们家 纪说也有意愿早点结婚 可从纪人推脱的语气来看 有什么事正在动摇着他 这天纪说来到药店 说女朋友最近情绪敏感 总是和他冷战 需要买一些安神补气的保健品 好好给纪人补补 志浩忍不住打探两人冷战的原因 但这点纪说自己也不清楚 以为是最近一段时间总提结婚的事 让纪人感受到压力了 这些保健品有一部分是纪人的 还有一部分是给未来老丈人和丈母娘的 收到那些药后 纪人试探性地问纪说 为什么要专门到志浩所在的药店买东西 于是纪说提起了志浩被女友抛弃的事情 想着一个大男人独自带着孩子怪可怜的 所以来店里给志浩冲冲业绩 说到这里他无限感慨 要是志浩对女朋友好一点 女朋友也不会抛下他和孩子离开 纪人不太认可这种观点 禁人的回答让纪说坠坠不安 他上楼后 纪说把车停在楼下迟迟没有离开 他想请禁人喝杯咖啡好好谈谈 或者在禁人家里喝也行 但禁人却以妹妹在家为由拒绝了 可他刚刚分明看到 禁人妹妹搭车出去玩了 或许禁人只是单纯的不想和他在一起 又或许这段感情已经变直了 但我现在悲惨吃了 我现在不想什么都想不想 所以我只能让你来看 我承认你 我会不会承认你 那不是 志浩的心里 我会不会承认你 我会不会承认你 每当有客人到店里买接酒药 志浩都忍不住回忆起和禁人的第一次相见 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 遇到一箭专令 开门的瞬间带出了一只男鞋 画面静止了两秒 禁人把妹妹给支进去 死死守住那扇门 他很心虚 只不过一直在强装镇定而已 纪硕的到来破坏的气氛 聚餐不欢而散 几天后 纪硕无意间发现 志浩穿的鞋子 和他在禁人家看见的一模一样 他刚准备和朋友提这个事 谁知朋友竟然主动交代 那天晚上在禁人家里的 是他和另一个朋友 纪硕愣了两秒 忍不住为自己的猜想感到好笑 志浩和他女朋友之间 怎么可能有其他关系 他一表人才 还是个高富帅 而志浩只是小妖店里的普通医师 还被前女友抛弃 独自一人带娃 和他的条件相比差了18条街 如果禁人连他都看不上 又怎么可能看得上志浩呢 志浩不是个傻子 知道纪硕这话里话外 都有看不起他的意思 但他没啥好辩解的 以自己的条件 确实配不上禁人 知道纪硕和志浩 此时正面对面坐在一起 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赶紧给纪硕打了电话 让他到家里来一趟 生怕两人会因自己起冲突 纪硕还挺开心 领起公文包准备离开 志浩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对于禁人的做法 志浩既生气又郁闷 他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下去 好像自己是个见不得人的存在 可每次当他下定决心 去爱静人的时候 遇到的这些小插曲 都会让他变得犹豫 总想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可错过了禁人 他一定会后悔的 纪硕来到禁人家 跟他说了志浩的一场表现 随后又笑着说 自己想的太多 志浩独自带娃 连当他情敌的资格都没有 他拉住禁人的手 再次表明了想要结婚的心思 在路边等车时 他抱住禁人深情告白 一个是相处多年的男友 一个是一见钟情的男人 无论禁人选择哪一个 都得好好地跟另一个有所交代 志浩平静地接了电话 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他没有埋怨 没有争吵 更没有责怪禁人玩弄自己的感情 就像初见时那样温润如玉 在禁人的计划里 他并没有放弃志浩 然而技术真的会如他的愿 顺利分手吗 已经吃过了晚餐 可当禁人提出邀约时 志浩还是毫不犹豫地去饭馆 拖着脸耐心地陪着禁人吃饭 在他的眼里 禁人的一举一动都充满魅力 让他挪不开眼睛 而禁人想要的 就是这种被关心的感觉 他将手中的筷子递给志浩 然后愣了一会 觉得以两人现在的关系 做出这种举动不合适 赶紧从旁边的筷架里拿双心的 志浩毫不介意地端起他的碗 用他用过的筷子 陪他吃了第二顿晚饭 一切静在不言中 打电话时 志浩注意到禁人改了称呼 忍不住发出感慨 最近禁人计划着跟技术分手 而技术又计划着向禁人求婚 他到店里挑好了戒指 禁人也换上了剑长辈专用小西装 单独约见了技术的爸爸 正式交往四年 他知道自己不被技术的家人认可 如今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当晚技术来图书馆找禁人 禁人忍不住一阵心虚 因为志浩和儿子此时正在图书馆里 他急忙找到志浩 给他指了走廊尽头的侧门 让父子俩待会儿从那边出去 就可以避免和技术的碰面 他这种举动 让志浩感觉自己很可悲 不仅如此 连儿子好像也变成了见不得光的存在 最终他还是带儿子走了正门 刚好碰到来找禁人的技术 技术早就怀疑 志浩和他的女朋友之间还有着其他关系 问志浩经常来这里 莫不是因为他女朋友在这儿 志浩毫不闪躲地看着他 说这里的儿童阅览是弄得很好 错怪了人家 技术心里挺过意不去 往志浩儿子身上塞了个小红包 也算是个小小的善意 禁人拿着志浩儿子玩剩下的贴纸 连说两句对不起后追了出去 技术看尽人那副焦急的样子 像是在寻找某个人 心里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他颓废了两天 心里怎么都过不去这个坎 妈妈听说志浩喜欢一个图书馆老师 而且对方家事清白 还没有结过婚 觉得是儿子高攀了人家 妈妈让志浩做梦都不要去想 和那些处境不同的女人在一起 说这是为他好 不如老老实实找个离过婚的女人 至少条件相当 不会被人挑三拣四 家长的意见固然重要 但为了不给自己以后留下遗憾 志浩决定不再考虑够不够格的问题 以后只为爱而活 竟然给志浩看了自己手机上的恐龙贴纸 作为给志浩的答复 他不仅爱志浩 也愿意接受志浩的儿子 这是志浩所不敢奢望的结果 这天晚上 纪硕喝了点闷酒 要了志浩家地址 想跟志浩好好谈谈 竟然很担心纪硕会对志浩做出不好的事情 但他也同意志浩说出事实 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是时候摆在台面上说话了 相恋多年的女友 竟爱上自己的朋友 这位高副帅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他工作体面 端的是铁饭碗 而朋友志浩只是一个小药店里的普通医师 还独自一人带着孩子 他实在搞不懂金人是怎么想的 志浩也向他坦白了自己与金人之间的关系 丝毫没有退出的意愿 他原本可以将这段感情隐藏得很好 不被纪硕发现 但纪硕总是看清他 还连带着可怜他的孩子 这让他忍无可忍 剑拔弩张的气氛 终于随着谈话结束了 金人在家坐立不安 生怕两人为他掐架 继说把他接上车 只想表明一种立场 即使见过志浩 知道志浩家在他们中间 这段关系也不会有任何感念 之前金人忍受了他很多 这次轮到他了 他求金人看清现实 不要把同情和爱混淆了 听着他那种宽容的语气 金人有些恼怒 在认识志浩之前 他就已经想分手了 他受够了被无视的感觉 就连提个分手 也没见纪硕放在心上 不论他发多大的脾气 对某件事有多么的介意 纪硕也只是想着 第二天见面的时候随便哄一下 金人就会消气 因为在他心中 金人就是这么一个好应付的存在 他不需要纪硕的原谅 也没有做错什么 之前金人还会有些动摇 但现在他已下定决心 按照自己想要的去生活 他不愿像从前那样 躲在咖啡馆里和志浩偷偷地见面 而是光明正大的在药店旁边 等志浩下班 他已经闯了祸 而那个祸是 我爱你 猝不及防地告白 让志浩愣了一会儿 随后离开桌子 跑到外面偷抹眼泪 金人也跟了出来 笑话他是个眼泪很多的男人 被爱的感觉让人感到幸福 也让人的眼睛忍不住发酸 志浩的朋友和纪硕 在同一家银行工作 总是小心翼翼 看纪硕的颜色形式 纪硕当然也察觉到了这些 说实话 女友爱上熟人这种桥段 让他不太能接受 但他也不想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就在别人眼中变得可怜 金人休息日这天 纪硕想接金人到外面吃饭 很明显他还是只当金人犯了个错 认为只要给金人抬接 金人就会从错误的道路中 回到他所在的阳光大道 但金人比他想象中更加不值 还要回家跟爸妈说分手的事 这下纪硕开始不淡定了 哪怕这个男人长得像丁海英 但在喜欢朋友未婚妻这件事上 他绝对该遭到谴责 所有人都不看好志浩和金人 可只有他们知道 遇见对方是生命中多么珍贵的事情 父亲听说金人和未婚夫纪硕 提出了分手 批评他只知道沉浸在玛丽苏小说里 但金人眼神坚定 说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志浩那边也在被家长做思想工作 妈妈更是想让他老老实实去相亲 其实一直以来 志浩都很听家里的话 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坚决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非金人不可 父母把他当儿子 连人把他当未婚爸爸 当成于志浩来看待 因为和金人之间的关系 他想的不仅仅是恋爱那么简单 像双方家庭坦白的这晚 两人终于可以像其他情侣一样 在大街上拥抱 在公园接吻 手牵手逛商场 浑身散发着恋爱的甜蜜气息 有人看到了他们约会的场景 还以为金人背叛技术 因此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两人离开酒馆时 纪硕刚好气冲冲地赶过来 金人这抱脾气 他今天就要好好说道说道 明明已经提了分手 纪硕却在他开始新生活的时候 跑到他面前大呼小叫 还要他说多少遍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了 纪硕被气得恼羞成怒 争竞端一触即发 要不是金人和朋友在中间拦着 两人肯定在广场前面掐起架来了 回家的路上 志浩提及了一段往事 在儿子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 前女友消失了 起初他很生气也很惶恐 怕自己一人养不好孩子 甚至没出息地想把孩子送去领养 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终于意识到了 前女友应该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会因为某些他没想到的事情而感到疲惫 所以他之前说和金人的恋情 需要一段时间过度 不是在犹豫 而是想让纪硕有更多的时间去接受现实 另一边 纪硕始终也想不通 明明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致好 但金人却选择抛弃他 这让他感到很没面子 因此他也下定决心 不管有谁插在他们中间 他都会和金人结婚的 这对小情侣正准备回家干坏事 不料却被女方父亲撞了个正着 以这种方式见到老丈人 志浩有些尴尬 礼貌表示下次会正式拜访 但金人的爸爸连正眼都没瞧他 把他当成空气一样 志浩也不是个不识眼色的人 独自一人回去了 金人擅自和富二代技术分手 让爸爸很是恼怒 而爸爸不待见志浩 让金人也很不满 思考两秒后他追了出去 想替爸爸道个歉 可希致浩早已离开了 爸爸一直喋喋不休地指责金人 不自爱 太自私 明明人家纪硕挺好的 对他也还有感情 光是听着这些 金人就感到窒息了 爸爸明知道纪硕给金人带来了很多伤害 但还是希望金人别辜负家里人的期望 和纪硕修成正果 而且他还指望退休后 既说他们家能给他提供一份好工作 金人担心爸爸的冷落态度 会让志浩感到受伤 打了很多个电话 还找到了志浩家门口 此时志浩正在父母家看孩子 于是给了他家里的密码 让他进屋里等一会儿 金人小心翼翼地按开门锁 忍不住四处张望 在志浩的房间 看见周围摆着志浩的物品 金人现在才有了一种实感 他真的走进志浩的世界了 志浩期待地赶回家 故意按了门铃 一打开门 志浩就迫不及待地 吻上了金人 只有和志浩在一起 金人才会有恋爱的感觉 志浩会主动为他倒水 给他读小说节选 饭后还会带他散步 两个人性格互补 非常适合彼此 牵手走在一起时 仿佛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 金人每次闲下来 就会到志浩工作的附近 请他吃三明治 今天天气太好了 志浩不想将时光浪费在室内 以前一个人吃饭时 他有一个微小的愿望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和喜欢的人坐在公园里 一边吃饭一边说笑 虽然是件很平凡的事情 但让人无比憧憬 和金人相处的日子很愉快 当他突然说 下次约会把儿子带上时 志浩脸上再次浮现出 那种感动的表情 他从没奢望过金人会接纳儿子 所有人都希望 他能和前任季说再续前约 虽然志浩也是个好男人 可一旦和志浩结婚 等于直接升级为孩子的后妈 而且志浩家的条件和技术相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 虽说友情饮水宝 但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金人不在意这些 他爱志浩 也能接受志浩的一切 还经常和父子俩视频 场景很是和谐 爸爸没打算放任 他和志浩鬼混下去 私底下约见了技术 一口一个好女婿 让他把握机会 早点向金人求婚 金人知道这件事后 顿时就坐不住了 他要志浩好好待着 自己去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志浩知道金人是个 很有主见的人 可每次遇到麻烦 都要他躲在女人的后面 让志浩感觉自己 这个男朋友当得很鸡肋 这天金人瞒着他 去见了纪硕的爸爸 希望纪硕他爸 可以像以前那样 反对他和纪硕的婚姻 只有这样 爸爸才没有理由催婚 等金人走后 纪硕他爸将这段时间 拍到的照片 全部给了纪硕 其中有不少是志浩 和金人约会的场景 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段恋情 由纪硕自己来做决定 看照片上的金人 笑得那么开心 纪硕简直极度到抓狂 白跑一趟后 金人郁闷了一个晚上 本来志浩想带他这儿 扒金的见词家长 让他有点信心 可这天金人在他楼下 刚好偶遇了志浩的妈妈 虽然妈妈没有明说 但志浩能感觉到 妈妈对金人挺满意的 金人跟志浩说了 纪硕邀约他见面的事 对此之号并没阻止 他相信金人会处理好一切 纪硕把金人带到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当初就是在这里 他对金人一见倾心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他掏出戒指塞到金人手上 再次求了婚 这本来就是准备给金人的戒指 是丢是留 都由金人来决定 按照金人以前的性格 肯定会谴责纪硕不尊重他的选择 然后当着他的面 将戒指丢进垃圾桶里 可他没有这样做 他和纪硕之间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至于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来伤害他 相恋四年 突然之间就没了任何感情 别说纪硕 就连他自己也偶尔会感到空虚 金人没有拒绝戒指 这让纪硕再次看到了希望 求过婚后他整天乐呵呵的 别人看到还以为 他们俩明天就要结婚似的 纪硕向金人求婚的事情 志浩还是从朋友那听说的 他只感觉两眼发黑 浑身都没有力气 这口气无论如何 他都咽不下去 志浩立马打电话给女友前人 把人约到咖啡馆好好谈谈 志浩打算向身边所有人 公开他和金人之间的恋爱关系 不再让纪硕有机可乘 看他那副认真模样 纪硕忍不住笑了 公开又能怎样 志浩凭什么认为金人的家人 会理所应当地接受他 却被志浩反问 难道更重要的不是被金人接受吗 谈话还没五分钟 纪硕就已经失去了耐心 如果志浩想公开恋情 那就公开好了 反正他可以预料到 志浩会遭受怎样的羞辱 对金人来说 没和志浩提计说求婚的事 还擅自收下戒指 他感到非常抱歉 于是躲在一边 等志浩从浴室出来后 一把搂住了他的腰 撒娇着做出解释 他留下那枚戒指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丢掉 一想到志浩前女友的事 他才意识到之前总说 为自己而活之类的话 是有多么的自私 晚上两人相拥而眠 因为金人睡觉实在太不老实 把志浩给挤到了沙发上 他忍不住端详志浩熟睡的样子 这份喜欢即使嘴上不说 也从眼睛里跑了出来 金人的朋友就住在志浩家楼下 纪硕给他打了电话 问金人昨天晚上 是不是在他这里过的夜 都分手了还管这么夜 朋友感到很无语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原本属于他的女人 却被各方面都不如他的人抢走 纪硕肯定气到抓狂 抛弃条件那么好的男友 和志浩这样的人交往 光是唾沫星子 就足以把他们给淹死 金人清楚会有怎样的流言蜚语等着他 可还是表现得异常坚定 在金人的坚持下 爸爸终于松口 同意他把志浩领到家里看看 金人见实在都不住了 向妈妈坦白 志浩还有一个孩子 饶是开明的妈妈 这次也得骂金人糊涂 傻子都知道后妈不是那么好当的 况且志浩家没钱没事 他和志浩也才刚认识 怎么能做出这么傻的事情 金人想请妈妈先去见志浩 但妈妈没有回答就离开了 这让金人很是难过 志浩抛下工作来找他 和他一起在图书馆整理书籍 半天下来 总算让他心里好受了一些 在追欺这个领域 纪硕简直撑得上是打不死的小强 明明心已经被扎成了马蜂窝 却还是固执地来图书馆 接近人下班 看着志浩和金人并肩走在一块 有说有笑的样子 他连上去捣乱的勇气都没了 志浩知道纪硕在附近 故意打了个电话给他 看着附近那辆车里的屏幕亮起又熄灭 他隔着玻璃窗 直勾勾地盯着纪硕 这让纪硕产生了一种错觉 好像此时他不应该在车里 而应该在车底 志浩笑着和金人说话 却一直瞟着后视镜 确认纪硕是否跟了过来 把金人送回家后 他开门见山地告诉纪硕 纪硕可以和金人交往 不过得等到他和金人分手以后 金人想必是看到了两人在争执 气冲冲地下楼为只好帮腔 既说被赌的一句话都说不出 没想到他堂堂高富帅 竟然也有这么识别的一天 约会前金人特意叮嘱 让志浩把儿子带上 这心意 不是亲妈胜似亲妈 志浩拿着三人的合照 想让志浩把床头的照片换成这张 志浩没有答话 志浩又跑去跟他儿子说了什么 儿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志浩明白 这是金人在向他求婚 金人等不下去了 他迫不及待地要成为志浩世界中的一部分 这天爸爸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件 里面是金人和志浩约会的照片 知道志浩有个孩子后 爸爸大发雷霆 要金人立马回家 金人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想和志浩在一起 他必须过家人这一关 他知道爸妈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说明他也清楚 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荒谬 爸爸退了一步 表示以后不再抢求金人和季说结婚 但也绝不允许金人和志浩一起 金人性子刚烈 跟爸爸吵了起来 志浩在楼下紧张不安地等待 把身心疲惫的金人带回了家 遇见志浩之后 金人有了非凡的勇气 下定决心要打破世俗的眼光 和志浩在一起 虽然很苦 但他能凭借着对志浩的爱坚持下去 他要和志浩打一个赌 坚持更久的人要满足对方一个愿望 志浩有赢的把握 先说出了他的愿望 金人拿着那个匿名姓风 去找了季说的爸爸 虽然这些照片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混乱 但他也因此找到了机会 向家人们坦白 他今天来 是想要回这些照片的底片 顺便将那个求婚戒指还给志浩 他放下姿态 向志浩说到了个歉 只求志浩消气以后不要再针对志浩 志浩心疼又恼怒 志浩到底算了什么东西 值得他做到这种地步 他将钻戒丢了出去 不被接受的心意 和垃圾没什么两样 从志浩家离开后 金人投向了志浩的怀抱 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将他们分开 可两天后 这份坚定不移的爱被他们自己给动摇了 志浩听说了前女友结婚的消息 下班后跑到路边 喝了好几瓶烧酒 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六年过去 他表现得很是洒脱 但其实并没方向 金人来看望他时 他酒精上头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到底 他并不是真正的信任金人 怀疑金人以后也会像背叛前男友记说那样 毫不留情地背叛他 见金人没有给他一个确定的回答 志浩瞬间黯然神伤 好像为了保护自己 要提前让金人离开一样 朋友追上金人 想让他体谅一下 说志浩只是因为喝了点酒 才会说这样的话 金人立马对了回去 那是否每次喝完酒后 他的真心都要遭到质疑呢 但是在得知志浩难过的原因 竟是因为前女友结婚 金人的心凉得很彻底 他不想知道更多了 从认识到交往这段时间 他一直以为志浩是个理智冷静的人 就连两人最煎熬的时候 他都没有见志浩喝成这样 既然对前女友如此深情 为什么还要和其他的人谈恋爱呢 跟那个抛弃志浩和儿子的前女友相比 他在志浩心中 简直不值一提 金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看到纪硕在门口晃悠 他喝了点酒 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金人 所以跑了过来 想见金人一面 金人问纪硕 他已经背叛了一次 再次交往的话 可能会背叛第二次 问纪硕是否还会相信他 纪硕愣了一会儿 没有给出答复 金人嘴角扬起一副自嘲的笑 准备进屋时 纪硕突然回答 你这是学校 志浩宿醉醒来头疼欲裂 赶紧给朋友打了电话 问自己昨天晚上喝醉后 有没有对金人说奇怪的话 朋友也头一次对他这么无语 因为他那些话 金人熬了个大夜 还上了半天班 依旧无法整理思绪 志浩无法相信他 纪硕又说愿意相信他 想想都让人感到混乱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六年过去 志浩依旧忘不了前女友 而他也第一次 有了从志浩身边逃离的想法 志浩想跟他做出解释 但金人不愿意在家里说 约在了两人经常去的咖啡馆 赴约之前 同事提醒志浩 不要指望金人能理解他的过去 因为那是一种很自私的表现 在金人面前 志浩从未展露过真正的自己 只是喝醉后卸下了伪装 露出了敏感自卑的一面 所有的辩解都弥补不了 他对金人的伤害 他把金人和前女友 当成了一样的人 这让金人心里很不是自慰 他甚至怀疑自己 是不是做了一件错误的决定 当初就不应该 意气用事和志浩在一起 他以为爱能克服一切 可志浩的过去 成了他最想回避的东西 他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想 志浩是个聪明人 听得出来 这是要分手的节奏 因为喝醉酒 志浩将潜意识中的自卑 一下子爆发出来 结果却被金人曲解成了另一种意思 现在决定权在金人手上 志浩只能等着金人的原谅 爸妈说人家金人不看重条件 能和他在一起已经很不容易 要志浩表现得可靠一点 志浩也只是笑容苦涩 好友问他是不是和金人分手了 因为纪硕也知道了这件事 指不定是金人告诉他的 也有可能两人复合了 志浩坐不住了 赶忙来到了纪硕公司楼下 就像志浩之前所猜的那样 纪硕对金人死缠烂打 只是不想承认自己输给了像志浩这样的人而已 他讽刺志浩 那点廉价的浪漫可满足不了金人 志浩懒得听他废话 直接走人 等回到腰店时已经是晚上了 他惊喜地发现 金人一直在休息室等待着他 志浩为酒后说的那番话道歉 对于前女友 他是真的没有任何感情了 只是偶尔想起被抛弃的时光 忍不住有些惆怅 金人接受了他的道歉 逼他写下了敬酒承诺书 一旦违反将不能和他结婚 还郑重其事地掏出口红 让他在承诺书上按下手印 与此同时 既说看金人没有复合的异想 去做了金人爸爸的思想工作 然后又在金人妈妈面前诋毁志浩 说志浩人品不行 妈妈有些担心 想见志浩一面 而志浩决定带上儿子 正儿八经地去见未来丈母娘 约定当天 姐妹三个和妈妈一起见了志浩父子 这几年来志浩总想着 他是儿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时常提醒自己要坚强 和金人恋爱后 他又时刻紧急不辜负金人的信任 往后余生用心守护着金人 满分回答让金人的家人们潸然泪下 回家的路上 志浩深情表白 最后一关是金人的爸爸 金人知道爸爸不待见志浩 是担心志浩条件太差 不能给他带来好的生活 他保证会让爸妈看到自己幸福的样子 爸爸也终于同意了这桩婚事 当纪硕得知这个消息时 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爱情也好 尊严也罢 都为时已晚 他给金人发了一句对不起 两人之间的恋情也就此成为了过去事 写下敬酒承诺书后 志浩的饮品变成了苏打水 但这晚看球赛时 他喝了朋友的一口啤酒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金人来查岗时 一把扯过冰箱上面的敬酒承诺书 问志浩是不是不想和他结婚了 志浩跪在地板上 一个劲的陪笑脸 看着这样的志浩 金人想生气也没脾气了 克服种种困难后 金人和志浩终于过上了 平淡又幸福的日子 一闲下来就互发甜蜜情话 他学着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让志浩给自己拿瓶解酒药 趁店里生意冷清 两人在要架后面拥抱接吻 难舍难分